大家好,今天主要来讲一下Dimensional Modeling 中文叫维度建模 我们先从第一章PPT开始来讲 大家好,今天主要来讲一下这个Dimensional Modeling 也叫维度模型 它是用在Data Warehousing里面的一种东西 今天我们的大纲主要先是讲 它Dimensional Modeling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叫Time Dimension 还有一种叫Conform Dimension 还有为什么要使用Dimensional Modeling 接下来会讲到几个术语 一个是Data Mart还有一个叫Data Warehouse 最后我们会讲一个叫Bus Architecture 先讲一下什么是ER Models ER Models之前也说过 它是就是Relational Entity Relational Models 它们主要的作用呢 它就是能够描述那种Data Elements当中的一些微观的一些关系 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记录那种Transactional的东西 比如说比如说像SAP它的一个ERP Systems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Entities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Tables 然后这个ER Models它用在管理数据方面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你要修改一个什么东西 你要删除一个什么数据 然后就算是一个非常小型或者是中型的一种一个应用 它就会有好几百个Tables 会有很多很多个Join 就比较规模比较庞大 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只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小规模的一个ERModel了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它当中各种各样的线连在一起 所以是关系挺复杂的 然后现在这个上面还没有写到说它到底是Inner 就还是OuterJoin 但实际上那些就是真正的技术人员在做Reporting 的时候他们会打印下来那种很大很大的一张表 然后上面都会写它有什么attributes 什么是什么InnerJoin 都会写下来 实际上这是一个就是说你你实际要做Reporting的时候 这是一个用ERModel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工作 但是ERModel它记录那种Transactional的却是不二的选择吧 接下来讲一下Coreing Issues 就是用ERSchemers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首先ERSchemers它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Tables 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他们之间的Join 然后呢你写Sequel的时候你想要找到你自己要的结果它就会 首先这个处理起来时间非常长 而且有的时候你比较难得到自己想要的 其实你的Sequel你就得挺好 然后一般那种你都那些一般那种比如说做Business的人他想来写这个东西他可能就不会不行 然后因为有些InnerJoin他会丢到一些数据 所以在ERSchemers里面他的AutoJoin 也是非常多的 接下来呢就是说 你需要一个公司如果说是用ERSchemers的话 特别是像美国的一些医院什么的他们呢 现在还是用Epic公司的那些什么Crystal Report System 他就是用了ERSchemers 那每个医院就得招很多很多会写Sequel的人 每次要出去报告的时候就要让这些人来帮他们写报告 所以呢就是本来写这种商业分析报告东西应该是让商业分析的人来写 但是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群IT男在写 所以呢 最后一个就是也挺重要的 就是说他那个你数据的逻辑 它是在那个report level上面才有 你不是在底层 所以你每次要改起来的时候就很烦 你如果要把一个比如说某一个产品的编码你改换一下 你就全部都要换 就是一个这个就比较耗时耗力 OK那既然就是 ERModeling在做报告的时候出现这么多问题 那为什么 还有公司继续要用ERModeling 不用DimationModeling 一个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去做Data Warehousing 因为花钱费力可能要有那种不可预估的后果 但是就是说 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做这种数据仓库是 你如果有很多很多数据 这肯定是一个趋势了 那什么是DimationModeling呢 它就是它能够跟ERModeling不一样 它就是Denormalize Denormalize就是怎么说 就是它的那些entity它不是Normalize的 它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那些Drawing什么就会少一点 然后你写SQL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更加快 也会变得更加简单 这是它主要的两个优势 然后所有的DimationModel它都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叫FactTable事实 一个是DimationTable维度 我们来看一个DimationModel的一个那个 视力 它这个视力是一个Star Scheme 就什么星形模型 像这个在我看来更加像一个那个蜘蛛模型 你看那个左边右边各三个角 把连在身体上 中间的那个身体就是 嗯 叫FactTable事实 试试表 旁边的六个围绕着它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Dimation 维度 嗯 从它这个表讲的是一个 呃 零售商店的一个表 我们可以看到从左边开始看 一个第一个是Time Dimension 时间 第二个是Store Dimension 商店 第三个是Clerk Dimension 营业员吧 第四个是Produk Dimension 商品 第五个是Customer Dimension 就是客户 第六个是Promotion Dimension 就是我的各种促销 每一个Dimension呢 都是记录着 嗯 不一定 它它这个肯定不是Normalize的 它会记录这种各种各样 跟这个有关系的 它都会记录在 嗯 维度表里面 然后每个维度表 它有一个Primary Key 一个主件 然后 这种 这些Dimension 它会一起连到FactTable里面 FactTable有他们 所有人的主件 作为Foreign Key 嗯 然后 它底下还可以看到有三个叫 Dollars Sold Unit Sold 和Dollars Cost 这三个呢 都是我们想要记录的事实 这三个 这三 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数字形式存在 你可以做加减乘除啊 你就可以在写报告的时候就可以用到了 然后 然后我们比如说看那个 啊 Product Dimension Product Dimension 里面 它比如说有个Category Category 这个呢 就 这典型呢 就不是Normalize的 因为Category 你还可以在 其实可以在拆分一个表处 去运行哪些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 底下还有小Category 这种 所以说 嗯 嗯 这个Star Scheme 这个Dimensional Model 呢 它就是主要是由这个 嗯 嗯 当中的一个Fact Table 和围绕着它的各个Dimension 组成的 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嗯 Dimensional Modeling的强 优势 嗯 首先它有三个优势 一个就是 嗯 它可预测 也比较可预测吧 也比较可预测吧 就是比较标准化 你在写那些 嗯 report的时候 就是不是特别需要精通C Quarter 它也能 啊 写得出来 嗯 第二个就是说 它是那种对称性比较强的 首先就是说 嗯 每个Dimensional 它都是相等的 其次就是它的那个逻辑 逻辑设计啊 它是 每个 Quarrie之间呢 它是 比较独立的 第三个呢 就是它那个 嗯 写SQL的时候啊 你都是从那个 Dimension到Fact 就是 都一样 没什么区别的 大家 嗯 比较重的点 就是它那个 Dimension model的 延展性 伸展性 突展性 嗯 你可以 嗯 加上 新的 Fact 和新的Dimension 你只要 你的那个 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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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度没有变 颗粒度 颗粒度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比如说 每一个产品 它可以有 嗯 一个产品 它是有一条 记录的 你加上一个 新的特性 它一个产品 还是一条 记录 它不会变成 它不会需要用 两条以上来 确定一个产品 那它就是 它的这个颗粒度 没有改变 接下来还会说到 嗯 什么是Fact table 嗯 就是试试表 试试表呢 它之前我们也讲过了 它就是那个 蜘蛛当中 那个那个身体 它自己没有Primal Key 它都是用的那个 别的那个Dimensional table 的Foreign Key 组合来做成它的Composite Key 然后 嗯 measures 就是我们之前看的 那张表底下 那个都是金额的那些 什么 嗯 cost啦 你的sales啦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叫measures 它是可以相加的 所以呢 它后面说到就是Floating Points numbers 它们大部分呢 都是 啊 在Fact table 里面的measures 然后呢 它 Fact table 它只有有Foreign Key measures 和一个叫Degenerated Dimension 的东西 就这三个东西组成的 这个Degenerated Dimensions 最后会讲到 然后下面一点就是蛮重要的 它说 这个 always design the first fact table with the most granular data 这个就是说你 比如说你 你放在 这个Fact table 里面的那些 数字啊 你不要说什么 是按照 嗯 一个季度来的 比如说你一个季度买了多少钱 你最好就越细越好 比如说 这个店在 这个 这个 这个店在 今天 或者是 每天 或者是按照每小时 按照每小时来说 我觉得差不多 你如果说是卖商品的话 每小时你卖了多少 你不要说你每个季度 或者是每个月卖了多少 这个你之后 你比如说想要再生成 你每个小时卖些什么的 你这个就很麻烦了 你小走到大的地方 走位是方便一点的 你大 在画小就比较难 好 然后 嗯 啊 Fact table呢 是整个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身体 因为dimensional 就是作为 它的 那些supporting 不是很主要 我们主要都是在玩这个 Fact table 嗯 嗯 再讲一下什么是 Dimensional table Dimensional table Dimensional table 它 记录的都是一些文本的一些 一些特征 啊 比如说你这个商品 你这个商品 它名字是什么 它是什么类别的 什么电脑啊 就是电子产品类别嘛 然后它highly correlated 比如说 它都是描述的 这 这个商品是什么东西 都是 关联性很高的 然后Dimensional 它provide the context of analysis for the facts 这个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嗯 你在 你在做 Fact table 的 这个 report的时候 它不是会说 嗯 比如说我今年这个 我今年 卖了产品 卖了一共卖了多少钱 那你主要把商品这个 Dimensional 加进去的话 你就会多了一个维度 你就是说 我今年 这一个商品 特指是 电脑的商品 我卖了多少钱 它就会多加一个维度 所以说 嗯 Fact Dimensional 它就是给Fact table 增加多个 report的那些维度的 啊 然后 接下来那个 就是一些例子 什么 product dimension store dimension 比如说我 我京东卖了多少 我苏宁 卖了多少 我student dimension 我每个学生 啊 平静下来买多少 faculty dimension 我每个老师 平静下来买多少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这是第一部分 接下来会讲第二部分 有兴趣的同学 嗯 嗯 在我的channel里面 直接找第二部分就可以啦 嗯 谢谢 观看